所谓的实相是要我们的心达到无助、无念、无为的境界 所谓忠道就是不左两边,当下即是忠 实相就是实实在在的相貌 我们起了一个念头,无论善恶 这个念头就有生就有灭 有生灭就不是实相 所谓的忠观呢 就是以缘起的忠道来自我内观 观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谓的用智慧来自我修正 自我调整 忠这个字就是佛教的真理 忠就是忠道的意思 忠道是从哪里推论出来了 从哪里得出这个真理呢 就是还是从缘起或者所谓的因缘里面去观察到的真理 那世尊因为观察世间的现象 一切的因果关系呢 而看到一切被原因所决定 所以原因如果存在的时候 这个果还可以持续的存在 原因改变的时候呢 这个结果跟着改变 那所以说一切没有决定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像我们说生命的存在 它是暂时的 所以是我们现在有这个生而为人的这种业力呢 所以我们存在 生而为人的业力一旦消失的时候呢 一旦想尽之后呢 一起的生命呢 也就跟着结束了 所以生跟死呢 它也没有决定 没有决定 现在是生的福报结束之后呢 就结束了 结束的时候我们称为死 但是死并不是说永远的断灭 永远不会再出来 它还会随着我们现在这一世 或者过去累积的这个业力呢 看我们个人的质量 情况如何 又到不同的业道去受轮回了 一般人执着两边 心总是在攀缘妄想中 这就是虚妄想不是实相 如果离开虚妄想 当下就是实相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